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惊落万物生的中共倒下全球吃饱 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欧美基础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 到了2010年全球经济基本架构成型 中国成为制造业基地,欧美成为研发和金融基地 中国成为中低端产业链的制造业中心的后果就是 对外中共产品的低价竞争打垮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 对内则残酷剥削压榨,中下层老百姓使得消费无法建立 所以根本不是什么双赢而是双输 国内外的普通劳动者都是输家 只有发达国家的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中共的权贵阶层得利了 他们赚到了好几代子孙都花不完的财富 过着豪奢的生活 猪门酒肉臭,路有冻丝骨 依然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存在着 随着中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产业集群优势 逐渐建立起全世界的商品制造中心 东南亚原本强大的制造业全部普及 亚洲四小龙,台湾找到了电子代工这条路 新加坡依靠港口优势,韩国由于有了三星等电子产业 还有造船工业等勉强存活 但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工业化之路却达人而止 非洲连最基本的工业化都未能实现 他们连火柴棒都生产不出来 俄罗斯甚至完成了去工业化 连石油精裂能力都丧失了 发达的欧美国家底层居民饱受基础制造业流失之后的 没有就业岗位之苦 美国出现了铁锈地带 欧洲也有一群失业与流浪人群遍布街头 中国的崛起所拥有的巨大产能 所以让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 全都陷入无法再发展制造业的窘迫地步 由于全球的中下阶层在整个财富分配中得到的份额都比较小 又加上房贷这个实际上的金融吸血鬼的作用 老百姓的消费能力逐年下降 没有消费就没有订单 没有订单工厂就得停产甚至破产 于是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向大萧条迈进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伴随着欧美通胀潮加剧 民众的消费能力剧烈退化 芯片相关行业因此遭遇困境 去年欧美耐用电子消费品的消费量下降两成 今年更是达到四成以上 并造成芯片企业的业绩扑接 韩国这种在芯片制造领域进行了重点布局的国家 出口更是遭遇重创 韩国因此变成了一个外贸逆差国 然而即便是这样 即使芯片行业的日子难过成这样 整个欧美日韩世界对中国的芯片出口和技术封锁 依然没有放松 甚至还在加深封锁 现在已经封锁到材料技术和加工工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欧美日韩在建立一个去中国化的国际市场方面 已经越来越接近达成共识 根本就不在乎所谓的中国市场 为此他们愿意付出代价 愿意忍受经济短期内的铺接 愿意承受整个芯片相关行业的阵痛和重建 再有中国的巨大中产市场 是建立在能向欧美国家出口巨大产能 并挣来巨额外汇的基础上的 没有了出口能力 就挣不来钱 哪还有市场 现在中国的出口能力 主要依靠欧美日韩台的芯片支撑的半导体出口 没有了欧美日韩台的芯片供应 中国的出口很快就会完蛋 欧美与中共脱钩的这个过程中 当然少不了中共战狼外交和粉红群体的功劳 他们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的粉红还在那儿降 说只要中国商品可以全球流通 成本比别人低 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中国还会是制造业中心 真是心大 被中共洗脑洗糊涂了 原材料和市场都不是你中共国的 所以你说的全球流通和成本低就是谬论 还有的粉红说制造业流往中国 可能是全球总体更受益的 不然这事不会发生 他不知道受益的只是权贵阶层 他只是奴工之一 还在那位奴隶主辩护 还以为自己也是赵家的一员呢 还有人说全世界也找不到这么耐那个什么的百姓 真是活在井里的人 全世界吃苦难劳的民族多了去了 墨西哥人就很勤劳 有个网友说 一个国内走线过来的哥们 说他刷盘子刷不过老墨 在中餐馆打黑工 他居然被卷输了 在迪拜四十几度的沙漠 哪怕广东工地都不会开工 但迪拜到处都是印度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的民工在搬砖 搬钢筋 搬水泥 现在全世界在去中国化的问题上 已经达成共识 剩下的就是怎么操作 怎么把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 南美 墨西哥 印度 东欧 形成区域化 建成之后 全世界各国都将是受益者 都可以分享中共国倒下 带来的发展空间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一经落万物生 中共倒下全球之宝 Senator Tommy Tuberville 在中国最后的研究中 这就是一终的 中国人的 中共的方法 是一终的 中共的东西 移动中 美国 Last year in December,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actually agreed that the CCP's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securities meet the U.S. standard. So this decision is opposed by many lawmakers, including U.S. Senator Mark Rubio, because this is like recognizing the CCP's practice in Communist China. You know, all their financial accounting practices are being held at the same standard with the U.S. standard. We know it's total false because the CCP never played by any international rule. And that's why they have hyped the U.S. investors. But I also want to call out it's the Wall Street who had been touting the China Rush story. And you got the likes of Blackstone and people like the Wall Street celebrities endorsing that China growth story. And they'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hat American consumers have lost in their 401k. Remember, a couple of years ago, the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of the largest public pension fund in this country, the 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 Retirement System, that person's name is Meng Yubing. He's a CCP spy. He was forc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step down. And while he was in that position, he mad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f American people's public pension fund to be invested in the CCP military-owned companies. And this is a warning that Mr. Mao Zuo, the leader and founder of the 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he warned American people years ago.